很多的热心网友都去小颜峻的家里去看望他了 他也会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视频 这件事情我们将继续关注 继续我们的话题了 在12月的17号 在湖南省的恒南县发生了一起小学校车的坠河事故啊 那这起事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了 那事情才过去了几天 就有一位河南的拍客啊 在他们那儿的一所小学门口 见到了一辆危险的学生接送车 尽管小学生接送车频频发生安全事故 可是有些家长却仍然重视不起来 您瞧就在河南一小学门口 这样的三轮车仍然还在接送孩子 就在这样的小小空间里 司机硬是让挤进去了十几个小学生 车内已经坐不下了 可是司机还在让孩子们把书包放在腿上再挤一挤 在车的驾驶室 还有两个学生要挤在司机两边 这样的车上路那多危险啊 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 我们看到在几个小时之内 它的播放率呢就达到了十八万多次啊 网友们都非常的关注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网友迷雾社会说 太危险了 真的太危险了 他们是把孩子推到生死一线上 网友阿布莱嘟嘟也说 哎 每当出事的时候 大家才这么关注这样的事 希望再不要发生那种事了吧 网友再见中青 还拿此事与国外进行了对比 第一要有专用学生车辆 第二要有足够的座位 第三需要跟车保姆 外国的校车基本都有专属的 广色标志比较鲜艳 司机和保姆都要培训 学生人数也有规定 这样一样小车上居然挤下了 这么多的孩子 您说这一旦发生了意外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说啊 莫拿生命当儿戏 说到这个生命可贵啊 有些人呢就偏偏的不珍惜他 比方说啊 在接下来这个视频